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 尤其是在1947年以后 中共解放军在战场上的主动性 以日益明显 并开始筹划对南京国民政府领导的国军进行反攻 在山西时任解放军华北军区副司令的徐向前 也开始加紧对山西的进攻 经过运程、临坟、禁忠等几个回合的较量以后 与徐向前同为五台县老乡的延西山感到了压力 山西王的势力范围被逐步残持、瓦解 手中只剩下几座孤城 其中太原已沦为赤海孤岛 严西山想借助国民政府中央军的力量 以及美国的力量死守太原 并打算以太原作为基地 实现已成副省、以省副国的战略设想 彻底打败中共领导的解放军 事已至此 严西山的设想能顺利实现吗 作为山西的省会 太原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地 其东、西、北三面环山 一手难攻 严西山曾这样比喻 太原形势像人样 东山好比太原头 首是南北飞机场 两脚身在焚河西 太原好比是内脏 太原城的防御体系 经过日本人 以及严西山本人的长期经营 拥有种类繁多的外围堡垒据点 纵深防御阵地和城墙防御工事 使太原的防御体系 形成了由各式堡垒、壕沟、岸道相结合的 互为依托的多层次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 这个防御体系被称为百里防线 该防线北起黄寨、周家山、南敌五宿、小殿镇、西起十千峰、东至罕山 在防区内部 仅碉堡就有五千六百多个 火炮有六百多门 城东有牛陀寨、小窑头、闹马、山头四大要塞 城东北有卧虎山要塞、城东南有双塔四要塞 这些要塞均注由以碉堡群为核心的永久性防御工事 成为太原城的主要防御屏障 城外围另有数十处要点 均修筑大型钢筋水泥雕为主雕 以地堡火力点为拱位 并服以外豪、批波和多层防御 构成严密的要塞防御阵地 其堡垒密度之大 曾令在前线视察的解放军元帅陈毅大为意外 出到此地的美国战地记者也惊叹道 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 高的、低的、方的、圆的、三角形的 甚至藏在地下的 构成了不可思议的密集火网 阎西山对太原城的防卫相当自信 认为可抵150万大军 太原拥有如此严密的堡垒防御 解放军还能打进来吗 蒋介石的关注重点 长期聚焦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沿线 那里是国军重兵把守的区域 海上后勤补给的重要途径之一 此后的国共战略决战也正是在这些地区展开 相较之下 虽然蒋介石也重视太原在华北战场的战略地位 但整体权衡之下 仅从西北战场抽掉了一个师协助防卫太原 开战前夕太原城内的守军约有十万 其中静随军有十三个师 加上八九总队 以及由残留日军组成的十总队 西北军一个师 再加上些民兵团体总计九万九千人 而另一面中共高层次师 也正将重兵团开往东部沿海 试图先在那里与国军进行决战 进攻太原的主力是华北野战军三个纵队 西北野战军一个纵队 以及华北军区的两个炮兵旅 共八万余人 综合大局判断过后 负责进攻太原的解放军 指挥徐向前制定了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 然后一举攻下太原的战略 自1948年9月28日时 解放军对太原城进行封锁 太原与外界所有的陆路联系全部断绝 空中联系也遭到威胁 城内的粮食全部依赖于 陈纳德航空飞行队的空运部纪 另一方面 徐向前也派人与阎锡山接洽 试图和平接管太原 遭到阎锡山的言辞拒绝 虽然阎锡山拒绝投降 太原城内的形势急剧恶化 城中物资紧张 居民存粮基本吃完 很多人一天只能吃到一块豆饼 而一块豆饼的市价从原来的五六块银元 飙升到二十到三十元 后来 居民只能吃陈纳德空运来的红大米 这辆劣质但仍光不应求 饿肚子是普遍现象 营养长期根本上 这使太原居民十有六期 患夜盲症 为了维持生存 城内居民啃食刚发芽的树叶 野草 吃掉家犬 飞鸽 喜鹊等畜勤 尽管太原居民的生存状况 濒临绝境 严锡山却始终坚定固守的决心 他认为地球转动一天 攻势就要加强一天 南京无办法 咱有办法 一线光明在太原 在围困战术收到初步效果后 徐向前开始谋划进攻 当时解放军因为缺少重武器 很难突破太原城防 即便勉强突破了 没有占据制高点的话 也难以对太原城构成威胁 综合考虑之下 徐向前决定先拿下东山 这里就是太原的制高点 然而就在解放军 预谋工程的准备阶段 严锡山也在谋划以功代手 1948年10月5日 严锡山选择主动出击 向太原城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目的是抢夺粮食 以及打乱解放军的工程准备 严锡山的计划会成功吗 战斗将如何进行 虽然严军发动的是骑袭 但失去了堡垒的掩护后 骑袭部队也处于危险之中 徐向前抓住战机 向出城的严军发动小电之战 正式开启了太原战役的序幕 徐向前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术 在北营 小吴村 马炼营 红刺村 正村 小马村 嘉杰村等地 截断了几只国军的退路 严军突围不得 只有残部退回城中 损失兵力一万两千余人 城南的五宿机场也被攻破 小电之战中 国军主要兵力都被吸引到城南 东山防守力量相对薄弱 这点正中徐向前下怀 在首战告劫后 他就开始向东山四大要塞发起冲击 在西北七纵 即进中部队一步 由小电以北 经鱼刺 秘密向东北开进 先入东山纵深 袭取最大要点 牛驼站 另一步习战大北肩 切断国军退路 15纵由石嘴子向闹马攻击 得手后继续向大东南攻击 并以一步习战大摇头 13纵首先夺取南平头 马庄向双塔斯攻击 得手后向城东南绞进击 竞争部队主力位于城南一线 攻击各据点 以一步在冯河西 积极活动 形成牵制 阎西山视四大要塞为命脉 自然不会将其拱手相让 他命令国军主力回防 死守东山四大要塞 解放军则在遭到重创后 仍未占领四大要塞 东山作战失败 鉴于形势变化 徐向前急忙修改原来的部署 制定了新的攻击计划 集中兵力火炮 坚决攻克四大要点 趁势向城脚发展 以西北七纵攻取牛驼站 向陈嘉玉发展 八纵四个团攻取小摇头 向杨嘉玉发展 十五纵攻取闹马 向散儿村发展 十三纵攻取山头 向双塔四发展 这是一套以攻克四大要塞 为主要目标的计划 解放军的战斗思路 也从全面进攻 转向重点进攻 国共双方都在 四大要塞的争夺战中 亲尽全力 战斗之激烈 伤亡之惨重 都是当时国内城市 攻防战所罕见的 四大要塞 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此番交战后 阎西山自己损失兵力 一万多 也让对手徐向前 付出了1.5万人的代价 东山四战被解放军占领 而解放军虽然拿下东山 但部队因元气大伤 不得不停下修整 加之 徐向前没能完成 封锁阎西山的空运机场 所以忌惮国军 可能到来的空远兵力 而在大环境上 毛泽东正处于 稳住国军 华北战区 副作义集团的目的 向徐向前发电 要求暂缓工程 由此 徐向前的工程计划推迟 如果无法继续用士兵工程 那解放军 另一种形式进攻 会是什么呢 正所谓 攻城为下 攻心为上 攻心策反 是战斗修整阶段的主基调 虽然争夺东山 让双方都损失惨重 但阎西山是被围着 外来空运 救援有限 官兵们军心涣散 这时解放军 从心理上占据了优势 从1948年底至1949年初 解放军不断在太原城外喊话 被喊话的对象是守城的官兵 在中共干部带头喊话效果 不理想后 徐向前开始转变思路 他认为 熟人的现身说法比解放军 正攻干部的宣传更有说服力 让被俘的国军官兵 国军官兵的同乡喊话 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为了策动国军中上级军官起义 徐向前动用了被俘的 国军高级军官 并用他们旧的部署关系进行喊话 这里就包括了被俘的 靖隋军 高级将领 赵承寿 沈瑞 和梁培黄等 喊话的内容主要强调 优待战俘 鼓励起义 此外 中共地下党员 也促成了部分 太原守军的分裂 虽然阎西山对靖隋军 进行了长期的忠诚教育 不太容易叛变 但被包围的国军 却容易因求生本能而动摇 这其实很难苛责士兵本身 因为当时太原的艰难 并非现代人能够想象 截至总攻太原前 解放军通过围困 侧板 瓦解了太原官兵 2.8万余人 太原由此 大傻将亲 随着内部的瓦解 外部解放军的总攻 也即将到来 如此险境之下 严西山还能守住太原吗 1949年春 华北副作义集团 接受解放军的改编 平均战役结束 华北野战军两个兵团 以及第四野战军 炮衣时增援太原前线 3月下旬会试完毕 城外的解放军 总兵力近33万 太原守备已回天乏术 4月20日午时 解放军展开 对守卫太原城外围 各据点的国军的扫荡行动 完成了对太原国军的分割维艰 国军损失 12个师 3万余人 4月24日 解放军开始向太原发动 最后攻势 解放军火炮齐发 攻克太原南面 与东面城墙 鱼贯而入 至此轰轰烈烈的太原战役 以守城方的失败而告终 太原战役是国内共战中 最惨烈 代价最大的城市攻坚战 在六个多月的过程中 解放军有约 4万5千余人伤亡 至此国军失去了 在华北的最后堡垒 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军 占领了山西 乃至华北全境 太原城破时 时任山西省代主席的梁敦后 在解放军破进省政府大楼时 引药自觉 而太原警察局局长施泽成 特中警线指挥处处长徐瑞 第一局行政督察专员 一尊党等百余人 用汽油坟楼后追随梁敦后而去 自杀成人 悲壮至此 十人称为太原五百万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